其实在1929年,中国就举办过运动会了,在沈阳举办的华为运动会上,刘长春在100米,200米,400米三个项目上全部夺冠,当时他的百米成绩是10.8秒,虽然和现在运动员的差别很大,但是别忘了他是在80多年前。 训练水平和人们的身体素质,和现在根本比不了,当时刘长春的成绩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经过多棒的努力,终于有了参加的机会,但是在小组赛中他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只跑出了11.1秒的成绩,他遭淘汰。 刘长春比赛的当天是他刚刚到达洛杉矶的第三天,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海上漂泊了20多天,长期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和路途劳顿是他成绩不理想最重要的原因。 刘长春雕像其实当时刘长春的100米水平已经接近世界的顶尖水平了,进入决赛不成问题。 可惜因为当时接到奥委会通知是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也成为了刘长春最大的遗憾。 1933年,刘长春通过一年的调整,在全国运动会上,又一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100决赛中逃出了10.7秒的成绩。 10.7秒现在看是布台企业,但是这个记录当时保持了25年之久,直到建国后才被打破。 1936年,刘长春在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还是一样的长达20多天海上路途,还是一样的小组没出现,看到以前的这些运动员。 再看看现在,原来中国的强大,才是运动员成功最大的资本。